来看到来自立法院的最新连线消息 在昨天地震发生的时候 朱立伦行政院副院长到底在做什么呢 刚刚有立委高志鹏执疑说 地震的时候他是不是根本心系选举 不过朱立伦也提出了反击 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到立法院 请郭昭琪来告诉我们 昭琪 好了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内呢 朱立伦是被以小宝会主委的身份点名上台 立委要他回应到底昨天地震之后 他做了什么事情 当时呢朱立伦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不过在刚刚呢 朱立伦做出以下的答复 第一时间啊 差不多这个地震过后三分钟之内 我们就已经院长跟副院长就一起 我们来处理整个地震的所有的相关的事宜 那我们各部门通通总动员 所以包括国军的派遣 以及各部门的分工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并没有上位委员长就是在家里 昨天大家当然是非常清楚 所有的栽访指挥中心 跟所有我们的动作都非常的迅速 那一直包括在我们行政院开院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部会 院长都交代我全力的在指挥跟动员 董会听到呢朱立伦是表示呢 他在三分钟之内呢 就和行政院长吴敦义取得联系 来让国军还有相关部门来因应地震的发生 并不像立伦所说的在家里 新系选举烦恼到底要不要出马参选新北市 而稍后呢朱立伦有可能再被点名上台来接受质询 而整个后续的情形呢 中间新闻将会全程来掌握 先把时间交还谱内